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 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非常喜欢应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希望您上完课 是能够应用到自己的资料 然后来去观看数据隐藏的真实的意义 我在这边我会以实务交奖的方式 一步一步带着您一起来去观看这些资料 还有享受大数据的技术 我的所有的课程范例讲义呢 都放在这个位置 httdsm号写线写线 go.go写线 YPZRXT 可是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R是要大写 P也要大写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游戒 大数据分析 如何操作 如何应用 去让各位了解之后呢 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资料中 我还有提供我的LINE 还有WeChat 都可以让你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跟我有更进一步的咨询或者是教学相长的机会 好我接下来要谈行为模式 不想要各位能不能理解行为模式 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我针对 我曾经在美国看过 就是说那个地震的行为模式 就是他在哪一个世代 哪一个应该说他不是用精度 它是纬度 就是说他想要去研究一件事情说 到底有没有哪一个时间点 在某一个那个纬度上面 它的那个出现的频率会比较多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好像说那个纸产品 纸产品这17种纸产品 我们就也可以用 类似这样子一个动态行为模式的方式 来去做分析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那什么叫做行为模式 我们当然就是要把这个行为模式给画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再教你另外一招 就是这里面我们刚画的是客户 我现在想要画的是什么 我现在想要画的是 纸类别产品 纸类别产品 而且这些纸类别产品要动来动去 好那我们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复制页面 就是做出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内容 可是我是不想要在一直每次都在那边动格式 所以我就拿已经画好的图来去做修改 首先这张图 首先这一张图 我是不是详细资料图例都有内容 好 请把图例给关掉 再来这个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我要放的是什么 详细资料我要放的是纸类别 所以请把纸类别拖曳到这个客户名称的上面 然后再把客户名称拿掉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去画这17个 17个纸类别的一个销售利润散布图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你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这个趋势线是没有变化的 为什么 你今天只是把这边换掉 例如说我拿程式来去画 它其实这个趋势线也是一致的 不会动来动去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771 这边我要放的不是客户名称 而是纸类别 所以请按住纸类别拖曳 拖曳到栏位这里面 然后记得 记得 请把它改成技术相译 它就变成17了 针对这17个 17个纸类别 针对这17个纸类别 好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会不会觉得 因为等一下我希望这些点动来动去 不要它长得太像蚊子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点变不同的颜色 怎么变不同的颜色 很简单 就是详细资料里面的纸类别拖曳到土利 按住它拖曳过来 它就变不同的颜色 它就变不同颜色了 土利嘛 土利 请问一下 我们需不需要等一下这个点啊 大一点 它动的时候也要大 就是比较明显的在动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点 从小变到大 那当然就是格式咯 所以点选这个格式 请把它 请把它这个叫图案 图案 这个散步图里面都是点嘛 所以这个大小 请把它稍微改大一步 好 至少它等一下跑来跑去 你会看得到它在跑 不会像那个蚊子飞来飞去的感觉 好 太小了 那个小点在那边跑 那现在是不是比较大的点 那我就觉得 这样子一个跑法是很好的一个跑法 好 还有 你需不希望它呈现出来那个资料标签 这个 这个是什么 书架 书架 好 它叫类别标签把它打开来 然后 只是这个字太小了 所以我们也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 在这条线以上的子类点 都是 好的 就是公司 好的 产品 但我这边定义的好是什么意思呢 利润 利润 好 反正 其实我们不管要分析什么事情 我们会先把那个结果 结果先定义好 像例如说 好了 我这边我一直在强调讲的就是说 那个 公司 公司 什么好呢 就是利润 利润好的 好 那我们就去看说 什么年利润比较好 还有 还有所谓的什么 客户啊 还有像那个地区啊 还有像类别啊 纸类别啊 好 这些都是来去观看说 我们的纸产品类 那个利润高低 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哦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书架 它是不是在这条线之上 所以它是利润好哦 这送纳句也是 而且大部分都是嘛 好 就只有 一 美术 二 桌子 桌子 桌子很糟糕耶 有看到吗 桌子非常糟糕 可是其实在之前 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件事了 记得吗 我 我现在我才做那个纸类别 好 至少桌子 桌子利润很糟糕 好了 我这边我稍微留个一公分 稍微留个一公分 好 等一下我们 那个跑播放轴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是散步图 散步图 它的栏位 其中有一个叫播放轴 这个播放轴很重要哦 只有它有 只有它有 那我们播放轴 一定要放什么 连续型资料 什么叫连续型资料 这个连续型资料的意思就是指说 像时间就是连续型的资料 而且我放的是那个 例如说 日期阶层的年 它就是2013跑完 它就去跑2014 然后再跑2015 再跑2016 好 所以这个播放轴 只能放连续型资料 连续型资料 我们这边 有的就是日期 所以请把这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拖曳到播放轴 拖曳哦 拖曳 把这个订单日期 拖曳到播放轴里面 稍微等一下 因为我们拖曳进去 它会把它变成订单日期 就是 例如说2013年1月1号 2013年1月2号 哇 那这样总共有好多好多个订单日期 所以它现在正在处理 那 请把这个 播放轴 播放轴 现在已经多出来了哦 不要用日来去跑 我们用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它就变成年咯 你看我现在跑跟你们看 我已经设定好了哦 订单日期 我把它拖曳轴里面的订单日期 改成日期阶层 然后我这样点它来去跑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它有在动 对不对 它有在动 好 再看一次 然后它是怎么动的呢 好我分解 2013年是在这里 好 大家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然后到了2014年 好 慢慢有些往右上跑了哦 大部分一定要往右上跑 为什么 趋势线刚刚不是告诉我们 就是 每一项产品 反正就是销售增加利润 就会增加这件事 好 那 接下来呢 2015年 2015年是不是又在增加了 好 又往右上跑 2016年是不是又往 继续往右上跑 我建议各位哦 应该是 点它来去观看 你有沒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浅浅的点 我建议哦 我建议了 我们的检视里面 我们把它做成那个高 高对比 高对比 目光 高对比 遇射 高对比最容易观看 高阶主管 高对比 方便射盲人士来辨识 好 这个会吗 这个 这个感觉都还好 温度 好 反正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 远点 然后跑到这边 跑到这边 那 2014到2015 它也是往右上跑 只是 什么少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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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少 当然 利润 也会少 对不对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往右上跑 再接下来呢 跑到这边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大幅度的 销售 而增加 利润 也增加 好 这是我们的书架 所以 我们公司 不管你去看哪一个产品 理论上 它都应该要往右上跑 我们来看这个收纳锯 2013 到2014 它是不是往右下跑 往右下跑不好 可是 它只有往右下跑一点点 而且 它还是在这条趋势线的上面 接下来连续两年 它的那个 成长的幅度 是大过于书架的 那个 那个 成长的幅度 好 那我们来看 桌子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它是不是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就是小亏 可是 到了2016年 哇 直接往右下跑 这样是不是就很糟糕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澄清的意思是什么呢 澄清的意思就是说 大幅度的往右下跑的意思就是 大幅度的利润减少 而且 而且本来就是负数 不好多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早期 在2013年的时候呢 针对它已经小于零 小于零的利润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处分了 但是 在策略上面来去做调整 那我想 那我想2013年 如果是处理了 2014年 2015年 是不是 就不太可能会有2016年这种情形 可是它就是放着没有处理 所以呢 它就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累积到 2016年 哇 整个大幅度的 一个利润的亏损 好 这是 这是在管理上面一个很大的漏洞 如果2013年就处理掉了 那怎么会有2014 2015 2016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你们说是吗 所以大数据分析 还可以这样子来去 透过行为模式来去做 击合 好 记住哦 这家公司的策略 其实不止这一家 每一家公司的策略 当然是销售额增加 利润增加 所以我们才会尽可能的 以增加销售额为我们的目标 好 因为是先有销售额 才会有利润 怎么可能先有利润 才有销售额 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用大数据分析 来做击合 好 那 Ctrl键 这时候可以按住 来方便你去 就是 来去做比较 比较 或者是 你去看一下 在线上 线 这条线 跟上面的 还有下面的 方便你来去做说明 甚至你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器具 这个器具也是标准 在这条线的下面 在这条线的下面 有什么 还有一个 这要做什么 击数 好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 不好 这个器具 不好的 时间点 有 这是往左上跑吗 往左上跑 还好 为什么 利润增加 很好啊 好 所以 2013到2014还好 2014到2015 就不好了 因为是往右下跑 对不对 所以它不好的是 2014到2015 这 这 这一段 期间 重新整理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 我们有拿到 2017年资料 的时候 拿到 2018年 订单资料 的时候 我是不是会一直 加进去资料 加进去资料 可是我这些图都画好了 我该分析的 也都分析完了 我要不要再 重新做分析呢 答案是 不需要的 好 重新整理 就是 只要我们 把资料 放进去 然后 重新跑 我们这些资料 都不用 再重新做分析 我们先把 现在这个资料 先储存起来 怎么存 现在这个档案 档案 另存新档 我的习惯是这样子 我会先用一个 时间 再接下来 因为我这是超市 范例分析 然后再加一个 例如说 下午 下午 例如说 03 然后接下来点选 存档 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一个 成品 可是还 记得说 我们取得资料 我们取得资料 是从哪里取得的 是不是 我自己 本极端 本极端的 这个超市 范例 所以呢 请把这个超市 范例 快速点两项 打开来 好 我现在的资料 是落在什么 一万笔 这边 一万笔 这边 也就是说 我总共 订单 有一万笔 然后 请把这 一万笔 的资料 第一万笔 的资料 整个 复制 整个复制 复制 然后整个贴上 直接点这个贴上 然后请把 请把这个资料 记录 改成 一万零一 然后请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 2017年的 订单资料 没有嘛 所以我们刻意 把这个 一万零一笔 改成 2017年 2017年 这个 出货日期 我们就不管 发货日期 这个日期 就不管 我们只改了一个 订单日期 2017年 12月2号 再接下来 请把 最后一个数值 这个 负 3501 请把它改掉 改成 5000 好不好 这是利润 因为我们所有计算的 依据都是在算利润 所以请把它改成5000 我的意思是说 2017年 有一笔订单 而且它的利润 是5000 然后等一下我们 来去看一看 我们那些 资料分析里面 它有没有 自动的 产生 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 没有2017年的资料 对不对 对啊 这边只有 2013到2016 就是没有看到 2017 然后在同期比较里面 这边也没有 2017年 类别呢 类别无关 这个时间 这个 这个也无关 好 这有关 你看哦 这边有没有 2017年 没有嘛 可是我刚刚是不是加了一笔 2017年的资料 所以 这些相关的 视觉化分析的报表 应该会 自动的 更新哦 好 自动更新在哪里 首页 首页 这里我们要看到 重新整理 就在讲这件事 好 我先把它切换到 这个利润统计 第一张 视觉化报表 然后点选 重新整理哦 让你见证 奇迹的一刻 好 你看 这边 是不是多增加了 2017年 2017年 好 我们去看 这个2017年 应该是5000 有看到吗 2017年 应该是12月 然后 利润5000 有看到哦 然后接下来 我们去看 同期比较 这边 应该有多了 2017年 你看在12月 这边 多了一个5000 然后接下来 类别没有 类别的部分 这个应该叫做 动态 行为 模式 分析 这边 有没有多了一个 2017年 有 可以了解吗 这个重新整理 真的非常重要 当我们今天 我们拿到2017年 资料 我们就把它放在 所有资料的下面 那如果你有 2018年的资料 你就再继续往下放 如果拿到2019 你像现在是 2020年5月 所以应该已经拿到了 2017 2018 2019 2019这三年资料 就把它放在它下面 然后 这个视觉化分析 就重新整理一下 就全部都画完了 你们说 这样子 好不好 好 因为你们不回答 我就只好自问自答 那我们现在 去观看一下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我们还是把 刚刚 刚刚我们手动加的 那一笔资料 删除掉 好不好 这边 这边 超市范例 快速点两项 打开来 请把 这个 1001笔的 记录 删掉 这个 1001笔的 记录 滑鼠右键 删除 然后记得 储存起来 然后离开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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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 一样 随便你在哪一张 工作表 反正 首页底下的 重新整理 这样所有 2017年资料 就 全部都 没有了 好 这个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就暂时介绍到 这边咯 这是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好 早上呢 我们大致上就上到这个地方 我发现还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分享 因为刚刚 刚刚已经有老师在提问了一个观念 我先看看 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没有 好 那我想 我想先讲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我们 我们的资料里面 是不是有退货 退货 你就不能够算到 算到利润里面 所以 我现在要教就是说 假设两张资料表 好 你要知道 有时候我们要去算 算 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例如说 那个销售啊 销售会不会跟天气有关系 所以你可能会 会要去比 不同的资料 要去cross join 不同的资料 这都是有可能的